每年都是买月饼 今天要不要试试自己做 蛋黄上喷点白酒 送入烤箱 拿出来捣成泥 和漏松 美乃滋一起揉捏成球 今天做的是广式大月饼 麻薯的配方我放在屏幕上咯 这样拉一拉口感会更有韧性 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 淤泥的颜色都是紫薯给的 最关键的部分来咯 只要回组月饼皮 你想吃什么样的口味都可以自己做 像揉面一样揉开 醒发一个小时 每一种鲜辣按比例 揉成球 擀平 再一层一层地堆叠起来 盖在上面的部分 要比下面的部分稍微大一点 放进模具里 把绞肉都按压紧实 拖完之后 直接送入烤箱 烤到8分钟的时候 耍一边蛋黄水再放进烤箱 再来做个炒火的冰皮月饼 我是直接用的冰皮粉 揉下15克 把做大月饼剩下的芋泥和蛋黄肉松包进去 是不是超简单 口感还是一样的暖暖弄弄 居好吃 月饼也烤得差不多啦 这么大的月饼 你们看你们的馅料有多足 芋泥 麻薯 蛋黄肉松 这种馅料应该没人会不爱吧 简单的打包一下 有没有粉丝想要的 祝大家在中秋节都可以和家人团团圆圆 快 走给家人吃吧